这一届的春节晚会恐怕让很多人失望了 由于中国跳水队公布的多哈世界锦标赛将于二月底举办 所以全红禅和她的运动员将会在新年之前到达多哈 开始新的一年的准备工作 这也就代表着全红禅将无法再上春晚 她将会进入到中国的第四年 再也无法和自己的亲人们一起过年了 全红禅虽然没能出席春节联欢晚会 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给大家的惊讶 有消息称 全红禅将以电视连线或者预先录好的录像形式 登上春节晚会的舞台 给大家带去新春的问候 这种安排不仅可以让全红禅和广大网友有更多的交流 也可以让她在忙碌的同时 抽空关注一下这个社区 也算是给那些热心的歌迷一个小小的安慰 比赛安排好了 大家都不在家 没人关注全红禅的动向 但禅宝对家人的关爱从来没有减少过 除了比赛和练习 她还会抽空给家人打电话 发短信 视频通话 看看他们的身体情况 看看他们是否身体好 家中的外公 每天都会饮用全红禅送来的牛奶 哪怕在高强度的锻炼过程中 她也会不断地向自己的家人问好 全红禅与家庭相处的日子并不多 无法与她的家庭团聚 但她对这个家庭的关爱与感恩 却是异于言表 今年的新年 尽管全红禅不能回国 但是禅宝的亲人们 却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并以自己独特的方法 把自己的关心和温馨 传达给大家 最近 全红禅的弟弟 在直播中透露了 全红送给全家的过年礼品 她表示 姐姐把很多礼品和新意 都送给了家里 都是全红禅精挑细选的 还有过年送给全家的 在出国比赛的时候 她还没有忘记 为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姐姐 准备一些首饰和零食 最让她感动的是 她还为自己的弟弟和姐姐 准备了精致的礼品 这是一件并不珍贵的东西 但这是全红禅 对亲人的感激之情 也是禅宝在外面奔波的思念之情 比赛安排好了 春节不回来了 没人留意到全红禅的动作 给家里人发了红包 全红禅的优秀特质 也表现在她对身边的人的热情和关心上 不管是在国家队 还是在平时 她都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第一位 非常的乐于助人 用爱心和关心来让周围的人感到温暖 受到了很多的粉丝的喜欢 为了保证自己 能够在多哈奥运会上拿到好的名次 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中国 作为一个重大的传统佳节 全红禅作为一名选手 肩负着为国家赢得荣誉的重任 她必须随时做好准备 以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提高自己的水平 全红禅刻苦的训练 严谨的训练 精益求精的精神 鼓舞了更多的青年学子 不断地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现在 全红禅已经是很多人心中的 楷模与偶像 她这种不忘记感激 积极回馈的优良品格 也 我们就可以跟证明的 在证明的 词